距离喜安阳与灰狼18周年纪念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知不觉喜慧已经陪伴大家18周年 一起来回顾一下喜慧的发展历程吧 今天先讲剧场版的历程 2005年8月3日喜安阳与灰狼第一集播出总共530集 其中281集到340集为古古怪界大作战总共60集 这也是喜慧的第一部连续剧 2008年10月23日杨阳运动会播出总共60集 这是喜慧的第二部连续剧 主要讲述羊族运动会的去世 从这一集开始喜慧的剧基本都是60集一集 只有两部稍微特殊一回讲到的时候会特别说明 2010年5月1日杨阳快乐的一年播出 跟第一集一样是纯粹的蓝中央的单元剧 2011年7月1日奇思妙想喜羊羊播出 依然是讲述草原去世的单元剧 2011年10月15日给快乐加油播出一共有100集 其中1集到25集为蓝羊外装的连续剧 讲述蓝羊获得超能力发生的趋势 26集到55集为小灰灰上学期的连续剧 讲述小灰灰在大肥羊学校发生的趋势 剩下的45集回归单元剧 2012年6月30日竞技大联盟播出 虽然也是举办运动会 但这次花样繁杂不在乎输赢结果 更注重过程 2012年12月8日开新日记播出 蓝羊把每天发生的事写进日记本 本质上还是蓝猪羊的当元剧 2013年7月26日开新方城市播出 蓝羊们拥有各自的战车 蓝猪羊跨入速度和动感的时代 2013年12月20日蓝羊当大厨播出 这一季只有52集 为了让滋味王国的姑奶奶回去 小羊们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 2014年7月30日 羊羊小行愿播出 大家轮流做愿望使者 帮助彼此实行愿望 2014年9月4日 衣橱大冒险播出 为了帮助衣柜快递员回到衣柜互联网 小羊们做出各种漂亮衣服 2015年2月12日 妈妈乐疯狂播出 红大狼失意把懒羊当成儿子 小灰灰拼命做美食 想唤醒妈妈的奇异 2015年8月17日 原始世界历险级播出 灰大狼用高科技武器 称霸古羊族部落 小羊们用原始道具 值得灰大狼 2016年1月15日 嘻哈船世界第一季播出 讲述小羊们开着嘻哈火车 去拯救大树世界 这是喜灰推出的第一个系列 目前有四季 第二季深海历险级 在2017年1月9日播出 讲述小羊们收集海洋之星碎片 拯救海洋的故事 第三季奇幻天空岛 在2018年1月17日播出 羊羊在空中历险寻找失散的伙伴 第四季跨时空救兵 在2019年7月12日播出 因为时空混乱 大家遇到很多无法相见的人 但为了拯救世界 他们必须把他们送回原来的时空 2016年7月9日 羊羊小侦探播出 这是喜灰首部悬疑科普侦探动画片 2017年7月12日 发明大作战播出 这一季画风很特殊 里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 科技感十足的发明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喜灰推出的第二个系列 不过只有两季 第二季加羊村守护者 在2019年1月18日播出 里面有很多羊果果发明的高科技武器 从这一季开始 青青草原实现蓝牙和平 蓝猪羊的世代正式结束 也许因为这个特殊性 羊村守护者 被拿出来单独做成一个系列 目前一共播出6季 第二季叫齐群外星客 在2020年1月10日播出 小羊们保护冰冰羊 防止细菌盗王抓到回去 解除封印 第三季叫一国大英九 在2020年7月17日播出 羊羊们跟浩岳去奇猫国 对抗黑暗能量的故事 期间几只小羊被猫化 发生很多搞笑的事 第四季叫绝战四世代 在2021年7月9日播出 羊羊跟灰太兰去到15年后 遇到长大成年的同伴 他们一起收集象星石碎片 对抗替博士 第五季叫奇妙弹一九 在2022年7月15日播出 同时也是一国弹一九的第二部 延续对抗黑暗能量的故事 不过战场由奇猫国 转移到妙国国 小羊和灰太狼双双黑化 精彩绝伦的对战 第六季叫勇场四季城 在2023年1月6日播出 剧情搞笑轻松 小羊被破译大王附身 霸气侧楼又灰险探丸 让这场勇者之旅变得更精彩 第七季叫熬游神秘羊 播出时间未定 从预告来看 依然科技感十足 第八季名次还未公布 但在2023年2月份 官方已经进行备案了 从局势上来看 杨村守护者系列 应该还会推出很多作品 除了杨村守护者系列 还有一个叫运动英雄战系列 现在只推出一部 那就是2021年1月22日 播出的宽处胜利 讲述羊能否参加篮球比赛 遇到为各自的冤枉 拼搏的强劲对手 进到第二季能尽快推出 最后攻赫熬羊与灰塔兰18周年